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BAREL 16路控制器的使用教程 这款16路控制器搭载了16路外置设备接口 以及SATA的辅助供电接口 在这里有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的主要功能是切换遥控器灯光控制和主板灯光控制的开关 当波动至ON档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灯光 使用时需要先在电源上找到这样的SATA接口 对准旁边的辅助供电接口对准方向接进去 而且在这个接口 我们可以接上我们的术显的水温计、流量计、术显冷头等产品 使用前需要用刀片将接头处的卡扣剪掉 如果是水温计、术显桥头、术显CPU冷头 安装时需要将这个接头接入 从左往右属第三、四、五个针角 也就是第三、四、五 每个针角上的对应的定义是 JND、12V以及FC这三个针角 再比如Barrel水稻板以及搭载IRC2.0灯光的产品 也是需要将接口处的卡扣用刀片去掉 然后接入接口处的123针角 它们对应的定义是5V、D1以及JND三个接口 就可以正常使用 随着16路控制器会有一根转接线 这一根转接线的作用 可以通过主板 可以通过主板来进行对控制器的灯光 以及风扇转速的控制 当接入灯光接口的时候 需要在控制器上把这个开关拨动到off档 拨动到off档之后 把这个灯光接口的箭头 灯光接口的箭头 对准主板上5V灯光接口的5V正角接进去即可 这一根接头只需接入主板封扇接口即可进行正常使用 当使用外部遥控器使用的时候 需要将拨动开关拨动至ON等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需要将主板上的灯光连接线拔掉 才可以正常的进行对遥控器控制电路板的使用 还有一款风扇 这款风扇随着是一根转接线 这根转接线是和风扇一起搭配使用的 接头对好接好 然后另一头 直接接入16路控制器的其中一个接口即可 即可正常使用 还有如果是普通风扇 还有一款选配件来进行搭配使用 它的转接线是这样的 可以将风扇上灯光的三针接口接入这个三针的接口对接 然后四针接四针 然后接好之后将这一头 六针的接头接入这控制器 即可完成正常使用 roots flex 多 quickly 刮冰 inch 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